好的时候两千多吧 大家好 这是我们2020年 然后12月份的学员 现在过来复学 我们简单采访一下 好吧 好 就在成都 在温江 做什么现在 现在就摆摊 因为这两年经济不是很好嘛 所以说都以摆摊为主 投入成本比较少 压力比较小 收入还行 你一个人做的吗 我们一家人做 就摆摊 在哪摆摊 一个大学的旁边 大学旁边 大学旁边主要做些什么现在 现在主要就是 我主要就是做酱箱这一块 然后还就是素菜 每天的话就是素菜的话 好的时候可以卖七八十斤 那可以啊 一天卖多少钱现在 好的时候两千多吧 大学的话 可能消费人还强一点 但是大学里面 年轻人喜欢吃我们的健康炉 因为是平辣口味的 还有这个杏料素菜这些 所以说我们的产品很多 大家根据我们所学的产品 去做什么 差异化竞争 然后去做一个 快散的一个经营 然后这次过来复学 主要想学习什么东西 想学习以前没有学的 比如说 大路肥肠 还有小龙虾 还有冷吃系列 以后的话 因为大学生可能都比较喜欢自己 可能新的可以 应该是 对 还有龙虾这些也可以 对 它是做一个合理的价格嘛 对对对 就是这样子 好的 这个小美女 以前过来学习的时候 真的非常的认真 然后她回去之后 现在靠自己的努力 也做起来了 好吧 继续加油 我们一起加油 越来越好 越来越好 我们一起越来越好